岛屿 这部明年的一月新翻我是蜘蛛 怎么了 据说要两季联播 听起来好厉害的样子 但是我转念一想 如果本来是不半年翻 并说是两个季翻 那样的话如果是一个年翻 是不是就可以说是四季联播了 看来日本的动画制作组越来越会玩了 正文 说起这部我是蜘蛛 怎么了 从设定上讲可以说是套路的毫无新意 自从萌王放弃了穿越为人的设定之后 即使穿越成为一只蜘蛛 也没有什么好稀奇的 即使是二十几位同学一起穿越 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那这部作品有趣的地方到底在哪里呢 个人认为就在于作品一开始的设定 穿越翻地下城 这些设定虽然很俗套 但是 女主一开始是长时间个人冒险的 虽然当初萌王也是个人冒险 但是很快就吸收了神龙 底内还有了一个大闲者 然后就开始了招兵来马的剧情 而这部我是蜘蛛 怎么了 却让女主老老实实地打了很久的地下城 而且是一个人 为了缓解一个人的尴尬 女主甚至在内心分裂出来了三种人格 自己对自己进行吐槽 是不是很有趣呢 女主成长的方式和史莱姆平直男主一样 就是吃吃吃 然而虽然有点儿龙傲天的他却数次显像还生 这点从PV后面十几秒能够看出来 这个地下城还是很有难度的 不想平直男主死而复生之后 一下子变得很强 我是蜘蛛 怎么了 的女主的每一场BOSS战都堪称死里逃生 这让观众看得都说提惊吊胆的 虽然知道他有外挂和主角光环加深 但是还是觉得很为他担心 再加上女主作为主角的设定本身就让这部作品看起来蒙了不少 第一季的剧情应该会非常精彩 这也是这部我是蜘蛛 怎么了 之所以能够动画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他的作者很擅长描写一个人打副本的那种风序幽默 外加有一点儿小萌 但是到了后期其他同学都穿越过来以后 世界观变得宏大 各种故事线交错 时间点还不一样 不仅读者看得有点萌萱 作者也快驾驭不住了 所以按照小说的剧情来看 最精彩的就全在前面了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才两季一起放出来 趁热打铁 微巧说营造一部分人气 这部作品可以说融合古王 蒙王和平直的要素在一起 穿越不为人是蒙王 靠吞噬成长这部分和蒙王平直很像 这么维持的 放点 所以您会一个人 我们正在推出到 那小刀